一片片的牛蛇饼放在透明塑胶袋内 观众朋友一看会有好熟悉的感觉 这就是从小吃到大的牛蛇饼包装 制饼业者陈梅华来自鹿港老饼店 也就是牛蛇饼的故乡 带着哥哥传授的制饼技巧 将近40年的时间在板桥五全街开店 牛蛇饼的原料主要是以面粉 加上麦芽或上了沙拉油 三种材料依照比例拌匀后 揉成饼皮擀成牛蛇状 铁板上高温煎烤呈现金黄色泽 口感厚实松软而不干硬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古早味 本来我们没有放芙芝 没有放芙芝的原料 就是真纯的 没有放芙芝的化学物 就是说这种人 什么种可能的糖尿病 不要吃甜的人 就不要吃太多 不然这都没进去 什么不可以吃 这个是很单纯的 其实大家都吃就会最爱吃 传统牛蛇饼业者表示 从原物料调和 揉面包裹内馅 到鸭饼成型 铁板煎烤 大约需要五个小时的时程 除了打面机 拌匀面团和最后机器鸭饼 其他的步骤都得要人工完成 所以每日产量有限 仅有新竹以北 可以买到他们的产品 虽然业者多年前 也想以机器取代人工增加产量 却无法保留住古早味 至今仍以全手工制牛蛇饼 赢得市场的多年支持 其中在地里长吴童就表示 饼箱口感好 一吃成主顾 有法人他的口味真好 好吃 还要找 他现场我来看 他的工具是卫生 再来就是他们在做的过程 都让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你吃在这里的方心 这里会知道 他们在做的东西有工具 工具说 我们的里面可以吃到 吃出健康 近年来 随着饮食习惯改变 店家提供客制化要求 减低麦芽用量 降低甜度 符合现代人的养生需求 做个人的客户 需要就对了 人家的需要 要求我们要求 我们要做什么改良 要有丁到没有丁 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 原划 如果是传统的 他比较配 跟我们的原料 都有比例 有比例就是人家吃到 就是说 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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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需要 他要吃的口味 但就需要 跟人家要求 处合要求的 口味都不一样 将近四十年的老店家 制造工法 用心严谨 擂获人心 并持续与时俱进 开发出隐藏版的 薄片牛舌饼 淡淡的糖蜜滋味 入口香脆 不甜蜜 很容易一口接一口 吃不停口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